各位進到41夜之後 我們來看看遙控器 其實遙控器是我用Webdino互動方式算最多的 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們的這個燈 其實就只有開根管 功能比較有限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多功能的話 我通常會喜歡用這個叫做遙控器 好像遙控器 那要進行後面介紹之前 我們就不要再玩模擬的囉 可以嗎 可以直接就挑戰真的 好不好 所以我把這個關掉 你先回到剛剛簡報第20頁 應該是20頁吧 對對對 我們剛剛是用中間的模擬器 請你現在把體驗板打開 我們就直接先來用體驗板 點進來 就點下去 好 那你第一次進來 它會有一個黑色的畫面 把你擋一下 告訴你說那個功能怎麼用 所以這個應該還好 就把它先收起來了 來 這裡 先介紹一下 先介紹一下就是 它跟剛剛模擬器哪裡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首先你看到右上角 真的沒有那個房子 對不對 沒有模擬器那個房子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有沒有發現 左手邊的功能 好像 又更多了 因為呢 當模擬器它是直接就把元件叫出來 現在不一樣喔 你看 光發光的裡面是不是就有三個 輸入輸出 有沒有它又多一個目錄 幫我們做 是不是更多元件的分類 更多元件的分類 這是一個 再來呢 如果你按了燒杯 你看一下 燒杯這邊 我們不是網頁互動 網頁互動這裡啊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互動 是沒有錯 但是你看左下角 我們左下角 這個節目 有沒有發現 現在只剩一個 有沒有不一樣 為什麼喔 就是說 今天呢 你正式使用的時候 你如果使用的是 顯示文字的這個互動方式 它就只會顯示 互動方式的節目給你用 這樣比較不會混淆 那 你看 我把它換到點擊燈泡 有沒有 這邊就只剩點擊燈泡 今天你燒杯沒開 左下角有沒有 連積木都沒有 有沒有注意到的 有齁 這個就是它 幾個級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再來就是什麼 你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多一個 模擬器沒有的積木 把那個圖示 因為呢 它有幫你把 比較常用的 程式 已經做好範例了 所以 要偷懶 請偷懶 徹底移留 你剛剛那個 你不想再寫一次了吧 對不對 你就來這邊 有沒有 這裡就可以找到 但是要注意一下喔 點在 這裡 跟點在這裡 結果不一樣 點在 1的地方 它會把你現有的 程式取代掉 點在2的地方 它的範例 會加在你現有的後面 這樣有沒有清楚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因為我們現在都沒有寫啦 所以其實 沒什麼關係喔 所以就點第一個就好 按下去 有沒有跳提示出來了 它就問你 欸 要不要幫你 把它覆蓋掉 我就把它按 確定 是不是就進來了 有沒有 我們剛剛的東西都在了 因為我們剛剛寫的很簡單嘛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子把它攢進來 那你攢進來之後 唯一要改的就是上面這裡 你看板子不一樣啊 對不對 板子 我現在用的是Smart 還有 你開發版的名稱是不是也不一樣 對不對 這個要自己打 不要忘記了 你可以在閃電這邊 先打進去 閃電這邊 你可以把你之前的 有沒有像我這邊 弄好了 欸 我再把它 複製起來 再拿過來 好 再來還有一個不一樣 腳位也不見得一樣 因為每個人選用的腳位不同 所以這個你也要改變一下 所以你只要把 基本的設定 這兩個改過了 你的程式就可以有了 所以呢 你先測試一下吧 先確認一下 到底 你這個 這樣子換了之後 按下去 有沒有亮 有 那我確定可以了 適應環境沒問題了 對不對 可以 這樣就OK啦